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Paula 來這個不會過 母親節嗎 不能碰過 都要上班 這麼大個途中上班 拍不拍 也不怕 其實我們的公司很好 澳門法律對婦女權益的保障也很全面 根據《勞動關係法》規定 居民享有同等就業機會 懷孕的婦女更有特別的保障 當僱員將自己懷孕和分娩的事實告訴僱主之後 僱員立即享有法律第56條規定的特別保障 包括僱主不可以安排他擔任對身體不適宜的工作 也不可以單方面地不合理解僱他 同時亦定明無論勞動關係的長短 女性僱員有權因為分娩而享受70天的產假 而其中63天需要在分娩後立即享受 另外7天便可以自由地決定 但如果在分娩前享受部分產假 是需要提前5天通知僱主的 那計落才只有70天夠不夠時間休息 其實考慮到這個情況 法律都有定義到合理缺勤 如果女性僱員因為懷孕 分娩或非自願留產而患病 可以額外有最多3個月的合理缺勤 除非僱主僱員另有書面約定 否則交了醫生子後 完成試用期的僱員 每年有權因為患病 而收取6天的基本報酬 這個期間會計算年資 也不會對年假的權利造成影響 另外Touchwood說句 在懷孕超過3個月之後 直到放完產假期間 如我出現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亦都有相應的補充假期 去令僱員調理身心 那計落其實都夠時間休息 但你放了這麼久 假的奶粉錢怎麼辦 那在這一方面 法律當然有顧及 在分眠之日 勞動關係已經超過一年的女性僱員 有權收取產假期間的基本報酬 如果在產假期間 勞動關係才滿一年的情況 就只會收取滿一年之後 仍然享受的產假期間的基本報酬 哦 其實整體的環境 對婦女都很友善 是啊 而且為了 令媽媽得到更好的照顧 其實去年也增加了 男士的有相事產家 在通知僱主和提交相關證明之後 男性僱員是可以連續或者間斷地 在嬰兒母親華人超過三個月 至嬰兒出生三十天之內 享受合共五個工作日的試產假 而相關假期的報酬 是跟女性放產假的規定一樣的 最後亦都需要提醒 嬰兒一旦出生之後 父女是需要儘快地 將這件事通知僱主 亦都需要交合資格的醫生子 否則僱主是有權不放你產假 而且在你缺勤期間 她是有權不為你保留職位的 哦 原來是這樣嗎 是啊